藝人黃扎謙今天出席 果陀劇場舞台劇 穿越門中門的記者會 預盡今天晚上首演 不過大家也關心 他和薩克麗的離婚官司 還沒告一個段落 在士林地院已經禪送兩年 不過現在預計八月宣判 受訪時他也回應了這件事 謝謝 謝謝 官司是八月要結訊嗎 會 會 好來今天開戲了 C底下就先請牌了 OK 現在心裡就是晚上的 Focus在戲上面 剛剛一直在講話一直在笑 不行 因為是喜劇了 不是 因為我很緊張 我其實今天很緊張 興奮又緊張 黃家謙還是想要大家 把重點放在戲上 畢竟這回劇場周遭遇 凱米颱風來刀擾 少了一天進劇場的時間 很慘的還有日情演員們輪流感冒 黃家謙則是發高燒 還好現在終於好轉 要呈現最好狀態給觀眾